温暖的家 接下来请收看生命讲座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一个观念非常重要 这是我对很多刚开始学佛的人 跟他们分享的 你平常心就是这样子 起起伏伏 你怎么知道心在动 你如果都没有机会 看到自己心在动 你哪里知道是我心在动 我被拖着跑了 所以我跟很多人分享的就是 每一天要有一个时间做定课 定课 每一天要有一段时间 回来跟自己的身心相处 每一天要有一段时间回来 让自己这段时间 只练习做这个事情 那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 人在哪里 心在哪里 然后心跑掉的时候 马上要回来 所以那个定课你可以是打坐 你可以是送一部经 但是不一定要长 但是要确实 确实什么叫确实 你人在哪里 心要在那里 同时你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 要身心放松 身心专注 这是继续谈之前跟各位分享的 所以要每天要有定课 然后定课之外 你说定课的目的是 我们讲的自己是自己的贵人 所以你要发愿 要发愿 第一个自己不要再继续 受自己的这个念头情绪所左右 第二个我自己希望有一天 能够有力量 还可以去帮助其他的人 那要帮助人 要先放下自我中心才能帮到人 要不然呢 就会怎么样 就会落入那一种 我觉得这样很好 就强塞自己的想法看法 给人家的一个情况 有一个法师这样讲他说 很多人觉得自己的鞋子很好穿 所以看到别人走路不太好走 就把自己的鞋子硬塞给别人穿 这个就是什么 就是用自己的想法去强租 强加在别人身上 虽然美其名说对人家好 这个叫什么 叫做没有智慧 没有智慧的原因就是因为有自我中心 所以能够把自我中心放下 才能够真正帮到人帮到自己 我们继续来谈 刚刚前面讲的 知道苦恼 知道苦恼的原因之后要发愿 要发愿 发愿 那个把心从贪嗔痴把它转成什么 一种向上的一种愿力 一种心力 那有这样的心力 事实上还不够 如果有愿 有了愿 但是没有正确观念 你还是没办法走出来 没办法走得远 所以接下来跟各位分享的就是 要有证件 证件是我们离苦得乐的 这个所谓的导航或者GPS 我们的方向的定位的 很重要的一个基础 那什么叫证件 佛法理论的证件 简单来讲 有几个面向 第一个 我们要怎么样 不管佛法 不管世间 都要知道 是非善恶 要清楚这样做是对 那做是不对的 善恶要清楚 知道善和恶是什么情况 然后更重要的是 学佛也要知道有业有报 你只要造了业 就会受报 不管那个什么时候会现前 只要因缘具足 那个报相就会现前 那一谈到这个 很多人就说 我不相信业报 为什么 他说 那个人做那么多坏事 日子过得比我还要好 我来出门 我要买个车 都还没 都要算很久 然后分级付款 他竟然买了一个 所谓的双逼轿车 每天在我门口这样孵过去 可是那个人做什么的 是当主头的 所以说 他就说 用这个 说 我不相信有业报的观念 各位 业报 有几种不同的 一个叫做 现报 比如我们刚刚举的 那个抢人的 这个马上被抓到 那叫现报 那另外一个 叫做生报 也就是这一生 死了之后 才会受报的 比如说 这个 杀害父母的 死了要下地狱 OK 那个地狱报 要等他死了之后 才会现前 然后再来一个是什么 这个后报 要若干生之后 才有可能会报的 所以 这个所谓的 死了之后 或者眼前会 马上会现前 通常都是比较重的 那对我们一般人 所造的善或恶 通常就是什么 没有很重 不管造的善是轻或重 或者是 这个恶 是轻或重 通常 是要若干生之后 才会报的 那还没有报 各位都听过一句话 不是不报 死后味道 因为那个死后是因缘还没有具足 可是不要说我看不到报 我就否定有果报的现象 那果报的原则是什么 果报的原则是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这个道理绝对是不能否定的 善有善报恶有恶报 所以换句话说 各位你们这个台湾话有句话讲说 人家在衰 什么 见不怕谁才贵 你会相信见不怕谁才贵 见不怕谁才贵 不可能 那是接种的 但是你种了一个富瓜的子 那可能长出丝瓜来 对不对 是不可能的 所以我们讲就是说 这个中了善 不可能得到恶报 如果有恶报 那是因为其他的过去的恶业现行 所以善恶的因果报要清楚 那个原则 善恶果报要清楚 至于什么时候报 我们讲在因缘 时间 要看那个空间条件 所以这边来讲的要证件 除了要相信善恶之外 要相信夜报之外 要相信什么 要相信这个有所谓的 名因果是因缘 所谓因果是有如是因 所以才会有那个果 可是有些时候很多人 尤其在中国人的佛教在中文传那么久 我们很多人都有所谓的因果报应的观念 从小时候我还没有开始接触佛法 就听到因果报应的一个观念 那我会听到一个观念讲 那一家人出现的不幸 那果报啦 那警示人在上面拍的事情才这样子 我们如果对在受报的人讲说 他一定是过去怎么样在受苦的人 你可以这样讲 我们叫做没有慈悲心啦 因为什么 受报当然是苦 可是你怎么知道 他今天的这个果报 是绝对是 因为他做了什么才过去怎么样 所以今天就永远都这样子吗 我要讲的这个观念就是 我们很多人讲 果报有宿命观啦 今天都是全生来的 那我们忘掉一个事情 今天在受报的当下 是不是也在造业 我们从我刚刚讲的轮转 在受报的当下是不是也在造业 那如果在受报的当下也在造业 请问 我们学佛了 不学佛了 我们不管他 我们现在开始来学佛来上课 你在受报的当下 你造的业 如果是善业 下一个时间点 你可能就业往好的方向走 那如果在受报的当下 你继续取得贪嗔痴吃 你就继续在苦恼里面转 是不是 所以这叫要有因果跟因缘的观念 所以什么叫因缘观念 你受报 造的业 要有报要现前 这个因果是时间的观念 过去因现在果 这个观念建起来 所谓因果观念是过去因现在果 那因果是善因善果 恶因恶果 这个因果的果报原则要建立起来 可是你的果报什么时候现前 要有空间的相互成就的条件 那叫因缘的关系 因缘的关系 所以这个因缘的关系是 你今天造的善 可是你一直在等待 说我有什么善果出现 那因为因缘不季主 所以没办法 那可是你不要因为 现在我造的善因 可是我期盼的善果不出现 你就气馁 你就不做了 那不做你就心又落入烦恼 结果你心一旦落入烦恼 很可能外缘 一个什么外缘 就遭感 就受了恶报去了 所以很重要就是 因缘的观念 就是空间的关系 所以呢 从因缘的关系来讲 就是因缘有自信空 这个佛法里面非常重要的 佛法的理论 还有佛法修行观念 都从这地方开始了 如果你把一切都看死 那你会看到 这个人如果是有钱人 所以永远是有钱人吗 不可能 对不对 那这个是穷人 永远都没有翻身的机会吗 不可能 佛法是最积极的宗教 不是宿命的宗教 那是什么意思说 这边我要再跟各位分享两句话 请各位记下来思考一下 因缘的观念 这边叫因缘有自信空叫什么 第一句话叫做缘起信空 缘起信空的意思是 只要因缘具足所有的一切的现象 它没有永远不变的 它会随着这个时空的环境转变 它会开始转变 这句话各位可以体会 你们从小到大 这个身体你说叫做我 这个我从小到大 从来就是那个样子吗 不可能 时空关系转变 它就会转变 没有一个永远不变的 叫缘起信空 第二句话 你如果很多人只看到缘起信空 就会执着空 另外一句话我要讲的是 信空缘起 什么叫信空缘起 因为是空 所以各种还没有限起的 都有可能运缘具足就会限起 OK 那这个缘起信空 信空缘起就把佛罗 因果运缘观就非常具足的表现 我再讲一次 什么叫运缘性空 这个只要因缘具足而限起的种种现象 会随着因缘的改变 就会改变 没有永远不变的 所以我也好 我的生命的现象也好 那有钱也好 没钱也好 都是什么 都是缘起的现象 缘起的现象 它会改变的 OK 好 那是第一个 第二个 这所谓的信空缘起 那所谓的信空缘起 什么东西它是因缘有自信空的话 那还没有限起的 只要因缘具足都会限起 OK 叫信空缘起 所以呢 既然叫信空缘起 那还没有限起的东西 你现在努力 有用还是没用 有用 我们说因果法则是 善因招感善果 对不对 那你还没有限起的 你现在努力 是有用的 有的时候 我会跟 在 已经开始在外面工作的人 我会跟他分享这样的观点 就是说 你看到你的主管 每天对你的大小生 你觉得很讨厌他 你不要讨厌他 也不要太在意他 为什么 因为他会下台的 是不是 他会下台 为什么 缘起信空嘛 OK 好 那呢 他会下台 那接下来谁上台 努力的人 有能力的人就上台嘛 信空缘起 本来还没有限起的 因缘继组就会限起 所以呢 佛法来讲 因果因缘法 告诉我们 这个 要得到快乐 你要造善因 你如果呢 做一些烦恼的事情 你不可能得到快乐的果 OK 这是一个 所以呢 就是因果的道理告诉我们 可是 因缘法的观点告诉我们 对于远前的不愉快 不要太在意 因为它会过去 那对于远前快乐的现象呢 不要太执着 因为它也会过去 所以我们叫苦乐什么 平等 从缘起信空来讲 苦乐平等 OK 是第一个 可是从另外一个 限空缘起来讲 那还没有出现都有可能出现 所以善因得善果 恶因得恶果 所以你现在的努力 都是有用的 只要因缘继组 它就会 这个开发结果 所以呢 佛法不是宿命的 不是消极的 佛法是积极向善的一个宗教 好 这两句话听得懂吗 缘起信空 信空缘起 各位 如果你们这个暑假 来这边之后 回去还能够把这两句话 带回去生活上 慢慢去这个思考思考 我相信会对你们有用 因为呢 我已经跟很多人分享 已经很多人回馈说 哦 这两句话 让我呢 面对生命 很多这个境界 就改观了 一个跟我分享的是 某一个大企业的总经理 他就有一天跑来上课 就突然跑来上课 就只听到这两句话 隔了一年多了 碰到我 我那时候还好 听到这两句话 那非常有用的 这佛法的观念 在现实生活上 缘起信空 信空缘起 所以呢 快乐的 不快乐的境界 平等对待 因为什么 缘起信空 那也不要 因为呢 缘起信空 什么东西都没有 你就不要努力 信空缘起 只要因缘具足 善因会招感善果 所以我们的努力 才是有用的 好 那除了这样之外 更重要的 我们的证件 要知道什么 知道 使法界的迷雾的因缘果报 使法界 等一下跟各位做说明 那是所谓的 这个 也就是说 凡夫跟圣人 使法界指的是凡夫圣人 这个地方我就不练了 那最主要的是 迷戒的是因为烦恼为因 以业为缘 因为生口意的烦恼 然后呢 造业 所以招感生死苦恼 那圣人呢 他出离生死 圣人为什么能够出离生死 是因为以智 以智慧为因 以定为缘 修智慧 然后呢修定 因为定慧 而能够 心能够清楚了 不再被自我给骗了 那他就能够出离生死 好 那使法界 各位听过使法界吗 各位看到这边有几项 由佛 菩萨 元杰 神闻 天 人 阿修罗 地狱 恶鬼出生 那这边是六凡 上面是四圣 OK 那六凡四圣 凡夫之所以凡夫 那为什么是凡夫 圣人之所以圣人 为什么他会成为圣人 心的差别而已 凡夫 迷 圣人 悟 OK 那凡夫当中六道 六道 天人 阿修罗 地狱二位出生来讲 这个叫什么 地狱二位出生 就是三二道 那人上面有天道的众生 就是享天福的 不像人苦乐交杂 那阿修罗 他的福报也很大 可是阿修罗有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 他造了很大的善 可是他承认心很重 所以老是喜欢跟人家这个计较 那所以呢 所以他呢 想 有很大的福报 我们说阿修罗王 他的福报跟什么 跟这个天 以天旗 那经典里面会看到 阿修罗王 经常跟什么 跟那个凡天王在打仗 OK 好 那是什么 那六道 是凡夫 凡夫是还在生死流转的人 可是六道当中 以人为这个六区的中心 人有可能上升天 也有可能下舵 地狱二位出身 差别在哪里 差别是行善不行善 你如果行的善造善 但是没有智慧的话 那你可能就升到天 那你如果呢 一辈子都在造恶业 很有可能 这一生死了之后 就要地狱二位出生去了 那另外 从人的角度来看 人除了有这个 是六道当中生成的一个枢纽之外 更重要的是 要出离生死 也只有人的修行才有机会 为什么 天道的 天道的众生福报太大了 心呢 心力很弱 没办法发心修行 那这个三二道的众生 苦趣太重了 他呢 没办法 念头 没办法转过来 他根本连想要呢 这个修行的这样的心力 都提不起来 只有人是怎么样 苦乐交杂 意思是什么 虽然不是很快乐 但是呢 还没有到苦到 让我们的心 都完全沉沦在烦恼里面 OK 苦没有苦的太多 乐也没有乐到 让我们跟天界一样的心 就酥酥软软的 那没办法 这个觉悟 所以人 不只是六道上升 或者下沉的一个枢纽 也是什么 出离生死的一个 可以修行的一个地方 一个一道 好 那这个凡夫 我们刚才知道 圣者跟凡夫 差别在哪里 凡夫是迷者 圣者是觉悟的人 圣者佛菩萨 身份圆解 身份圆解是二圣 我们讲叫小圣的 二圣的圣人 好 那凡夫 为什么是迷 因为都欲为苦 凡夫都欲为苦 他在这个欲望里面 被欲望转 就我们刚才前面讲的 身心对应当下 就执着 那这个圣人 怎么样是成为圣人 他在少欲无为 不再追逐欲望 所以 这个 身心自在 那凡夫的 这个 生死的因果 从哪里来 生死疲劳 这是果 可是呢 生死疲劳 是从贪欲去 身心对境 贪欲 所以生死疲劳 所以这边说明了 凡夫的 生死苦恼的 这个因果 就是三藏烦恼 那圣者呢 这所谓圣者 是出离生死烦恼的 这些圣人 他是怎么样 他是少欲无为 他修戒定会三学 然后呢 而能够得到解脱 所以呢 要治病 治这些什么生死烦恼大病 从哪里开始 从少欲无为 修戒定会三学 就能够处理生死苦恼 好 所以我们刚刚讲 证件 是我们处理苦恼的GPS 所以刚刚谈的证件当中 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什么 迷跟物的差别 死法界的差别在哪里 还有因果因缘法 特别是因缘法 因缘法 那个是非常重要的 那刚刚因缘法 跟各位分享两句话 那两句话要记住 这个缘起性空 性空缘起 好 那接下来 你有观念了 可是接下来 你应该在日常生活上 来落实怎么样 来改变自己的行为 所以呢 这边来跟各位分享 就是正行是 离苦得乐的道向 你想要离苦得乐 想要把自己 从苦难当中 这个抽离出来 应该有个努力的方向 那应该要有正行 那这个正行 你的行为 要从观念的修正 要从观念修正开始 所以呢 观念修正 是一个前导 所以呢 这个正行是文法 发心行政道 文法 正行要从文法来 那也就建立政见来 所以呢 这边来讲 正行要以正见为前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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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有一个正确观念 你才能够真正的朝向 离苦得乐的路上 正确的方向前进 可是呢 你的正见要从哪里来 要从文 天文佛法 从文法发心而来 那这边我呢 引运运运长老的成果之道里面一句话 这句话说明了 我们从凡夫开始发心 到最后刚刚从凡入圣 这个次第 这句话讲的是 文法而发心随机成差别 下求增上身 先乐或一乐 中法出离心 内盘解脱乐 最上菩提心 悲至究竟乐 所以发心有三种发心 那三种发心 我现在日子很苦 我希望我得的平安快乐多一点 那我不止现在呢 能够呢 有钱 钱多一点 幸福多一点 我还希望死了之后 可以升天 也很多人讲到他天国去 那这叫什么 这叫发 所谓的下贫发心 所谓下贫发心 所谓的增上心是 我现在福乐多一点 我希望死了之后 可以呢 想天 想天道的天福 那这是下贫发心 所以人天福乐为目标 第二个 中贫发心 也就是 他呢 发的心怎么样 跟前面发的不一样的地方 是他发出离心 什么叫出离心 出离生死的心 我们呢 过去 习惯来身心对境 心就被那个境界给困住了 那只要心被境界困住 就是一个生死烦恼 所以呢 要能够呢 离开生死 要发出离心 出离这些欲望 出离这些境界 出离生死的心 所以呢 中贫发心 出生离心 他呢 怎么样心 他是出离三界 能够得内盘 那呢 这个发出离心 是生文圣跟圆绝 这是小圣人 我要出离生死 我呢 不要再落入生死 那呢 再来 这是中品发心 跟刚刚讲 只管人天的福乐 而不会发出离生死的心 差别在这里 再来 上品发心是什么 我自己出离生死 我会还帮助其他人 也一起出离生死 那这叫上品发心 是菩提心 所以呢 行菩萨道 行菩萨道为因 那呢 最后能够成佛为果 那他发的是什么 上成佛道 下化众生 成就无上正能正觉的心 这叫上品发心 所以呢 文法发心 行正道 那文法之后 你发的心 会决定你呢 离苦得乐的程度 是什么样子 好 所以要看发什么样的心 有些人 因为觉得自己太苦 就是想管自己 那呢 这样管自己有两种 叫做 一个叫做凡夫的 我只管我自己的 今天有钱 有好日子就好了 或者我希望呢 追求这个人间的 这个声明就好了 他被那个声明 明文立养心困住的 那是凡夫心 下品发心 那再来中品发心是 我虽然明文立养很好 可是我心摊在上面 还是生死 我不要被明文立养所困 那我只管我自己就好了 我赶快离开生死 我不要再落入生死 那是中品发心 从这个观察自己的生命 从还有世间的生命来看的 看到这些问题之后 我知道所有的人 都是被这种心给困住 所以我发出离心之外 我再发入世救人的心 OK 那叫上品发心 就是菩提心 也就是菩萨 好 那从发心之后 文法发心 那他的一个修行 那个行 有五种 有五圣人的行 人 天 人圣 天圣 身文 独觉菩萨 这叫五圣 那这个你要希望 我们刚刚讲的六道当中 人为核心 所以这边五圣 不谈地狱二维出生 因为那是什么 没办法修行的 所以人修行 可以离开这个山徒 离开地狱二维出生 可是人修行 还可以一直往上 究竟出离生死 那这个五圣呢 这个 他是佛法的阵型 好 文法发心 发了不同的心 那我们来看 这个人天 他发了什么心 我们刚刚讲 他是发增上心 希望得福乐增上 但是他修的是世间的善法 是有漏 什么叫有漏 是有烦恼的 为什么 他没有生出智慧来 他还是被那个福的境界 给困住了 OK 所以呢 他是有漏法 不能出离生死 但是这个人天圣 是出世善法 也就是这边身文元杰菩萨 要能够出离生死的一个基础 要先把人 换句话讲 佛法告诉我们说 你的修行先把人做好 你不要想说你开悟之后 是要处理生死 你不把人做好 是不可能处理生死的 这句话很重要 佛法是把人做好 OK 跟各位分享另外一句话是 以前有个老法师 这个告诉我的 见得了一切人 才能够见得了佛 听懂这句话 见得了一切人 才能见得了佛 什么意思 面对所有人心里头 没有任何的愧疚 而且你都没有任何自我指的话 那你的心就跟佛法 就跟佛的智慧就相应了 所以见得了佛的意思是 你跟佛的智慧是相应的 好 所以呢 这个夏品发心 这是太虚大师讲的夏世道 也就是我只管我自己的福乐了 好 然后中品发心 是指的声闻原觉 他是发出离心 那声闻跟原觉修得法不太一样 那声闻上 什么叫声闻 是因为听到人家讲苦 然后观自己的生命 知道自己生命很苦 是为文法而发心修行 听到苦 听到讲苦 才来发心修行 那叫做声闻 因声闻法而修行 所以他修的是什么 修的是四地法 苦极媚道 OK 四地法 苦极媚道 那所谓原觉是 刚刚前面讲又叫独觉 他是生在没有佛的世间 但是他因为因缘而觉悟的 所谓的原己性空 所以呢 他就出离生世 所以呢 他是修的是十二原己法 所以呢 这个声闻原觉 他发心要出离生世 那声闻上是修四地法 原觉圣是修的十二原己法 OK 那叫什么 中品发心 这是我们太区大师讲的 中世道 再来是菩萨圣 他是什么 发菩提心 行菩萨行 成如来果 是大圣法门 这是上品发心 上世道 那为什么说 这个发菩萨心叫上世道 因为各位听过一句话 叫菩萨道是什么 叫难行能行 很难做 然后呢 可是他还能够努力去做 这什么意思 各位听过 你要度众生容易还是难 不要说度众生 要度你们家的大小菩萨 就很难了 对不对 家里头那些 每天跟你生活在一起 你要告诉他们什么观念 都很难接受 对不对 所以呢 不要说度众生难 这个 连度自己家里的人都很难的 所以呢 这叫难行能行 然后不只是这一生而已 菩萨 那行菩萨都要三大阿生起劫 三大阿生起劫 三大阿生起劫 那时间是很难算的 那是所谓的 infinity的一种观念 无限的一个观念 所以他能在无尽的时空当中 能够发这场心 所以叫做上品发心 好 那呢 这个五圣法是佛法的阵型 也就是说 你可以看到 先修正上心 把事 把人做好 这是基础 然后把人做好之后 再去修解脱法 那因为发现的差别 有只管自己的 最少什么 小圣的 或者是大圣的 可是最后 佛法是要什么 化导五圣入一圣 所有一切的众生 所有一切有形 一圣是指什么 一佛圣全部都能够成佛 所以呢 要把全部人都能够 度化能够成佛 所以这边讲的五圣法 分成这边讲的五圣共法 三圣共法 大圣不共法 这几个名词 也请各位记一下 什么叫五圣共法 是人 天 身闻 元节 菩萨 通通要修的 也就是说 你要出离生死 全部的友情 通通要修的 那五圣共法 就是所谓人天法 世间的善法 把人做好 然后在世间当中去断恶修善 这是基础 OK 所以叫做五圣共法 就是世间法 那这个世间法 虽然修了善 但是因为没有智慧 那没有智慧 所以修了善 虽然福报增长 可是还在生死里面转 可是唯一的就是 你不会落入三二道去了 OK 好 你不会落入三二道 那如果在人天法上 再去修什么 发出离心 三圣共法叫出世法 发出离心 出离世间的这些 不要贪着这个福乐 OK 那呢 发出离心 那这个地方生文元节菩萨 通通要发出离心 才能够超凡入圣 离开凡父地 入于这个所谓的圣者的境地 那这是所谓的三圣共法 要发出离心 那呢 最后一个叫大圣不共法 大圣是什么 只有大圣菩萨来修的 这个二圣人暂时是没办法发这个心的 什么叫大圣不共法 是不共二圣的 听懂吗 不共二圣的 也就是什么 因为生文元节 他是管自己出离 不会呢 积极想要去度众生 他也会讲法给人听 可是 没有人来到他眼前来问他 他不会主动去帮助人的 这是小圣心 OK 他是管自己身间的境境 比较不会主动发心 可是菩萨是自立又立他 好 那么所以这是什么 这是菩萨圣的大圣不共法 这是四出世间 意思是 能够出离世间 又再入于世间 能够自立立他 那在这个自立立他的同时呢 是一方面在修福 也同时在修慧 二圣的圣人是 他的有智慧 可是他的智慧是不圆满的 福是有限的 那人天是有点福 但是完全没有智慧 所谓没有智慧就是什么 还是被我给困住了 那出离生死的人是没有自我中心执着的 可是出离生死之后 智慧的智慧 智慧的圆满 究竟的程度呢 只有大圣的菩萨 到最后成佛的时候 才是究竟的圆满 所以我们说五圣是我们佛法里面所谓的正行 那他的功德是什么 人圣 人我们都是人 我们人修什么 人要修三规五界 我们要受三规守五界的话 能够保住人生 这是保住人生 为什么 我们五界是 各位都说过五界 不杀生 不托盗 不邪淫 不妄语 还有怎么样 不饮酒 对不对 不饮酒 不用毒品 好 这是五界 前面这个是什么 是这个性界 后面一个是遮界 那这个五界当中呢 是保住我们人生的 让我们不会再落入三恶趣 这个持五界持清境 是在断恶修缮 可是断恶修缮过程当中 如果你修的是下品时善 那还是保住人生 如果你断恶修缮 修的是上品时善 什么叫上品 我这样子做的时候 是非常愉快的 积极的 不断的去做的 这叫上品的时善 打个比方来讲 我们有些时候 看到路旁 有人很可怜 就掏出点钱给他 对不对 这个是善还俄 我们救助那个贫苦的人 叫行善 可是有人会什么 行完善之后 等一下路过后回到家 又把钱包拿出来 我这样又少了一张一千元大钞 那我等一下我没钱用了 这个叫做什么 这叫下品时善 下品的善 虽然帮助人 可是心里头有点还会 或是不是那么积极主动 那个所谓善品时善 它是去帮助人 他不会去计较自己的有多少 然后呢 他就尽力了能够去帮助人 这个帮助人的心没有断 而且帮助人之后不会后悔 这是第一个 那这样的行善品时善的人 生的叫做欲戒天 那另外有一种天界是什么 四禅八定 它的修禅定 那么修禅定 它生的是这个所谓的禅定天 所以呢 天人有欲戒、色戒、无色戒 这三界天 三界天人当中 这个欲戒天是不修禅定的 色戒、无色戒是修禅定的 那不管怎么样 他们虽然这个端乐修禅 但是一样还是没有开智慧 还有自我中心 OK 好 但是呢 天人是生上品时善、四禅八定 那生文是修世地法 那他能够处理生死无我 元杰也是什么 他是修十二元元法 所以呢 他是一样是处理生死的 那最后的菩萨圣 他是什么 修卑至六度法门 也就是六度各位知道 听过吗 不失、慈戒、忍住、精进、禅定、智慧 这六种法门 那在这样修行的过程当中 是以没有自我中心 无我 这个我们讲叫三轮体空 另外一个名词各位听过吗 三轮三个轮子 所谓三轮体空是 他在这个帮助别人的时候 没有我在行善 没有谁在受我的好处 还没有我拿什么东西去帮助人 所谓的三轮体空是我 还有对象 还有这个悟 或者这个中间的这个 我跟众生之间的这个所谓的 去帮助他这个东西都放下的 那能够这样来这个断恶修缮的 发正心的是菩萨 所以呢 他是修卑至六度法门 所以呢 他能够呢 再运一切众生超越三界三圣之间 直至无上菩提的大内盘 所以呢 菩萨是最后能够什么 究竟离苦得乐 所以我们刚刚前面在上一个单元 我们跟各位说 我们呢 有什么办法可以离苦得乐 还有什么办法能够究竟离苦得乐 这边是不是回答了 什么办法可以离苦得乐 至少要先守五戒 才能够不会漏入三二道 那呢 保住人生 可是人还是苦乐交杂 那另外有个福法比较多的天人 天人是怎么样能够 这个生于这个天界的 他是修上品实善 或者修禅定 OK 那呢 生于异界天 禅定天 可是他们都还是自我中心的 那真正能够处理生死 要无我 那无我的话 就是身为圆解菩萨 可是差别在于 我们讲叫小圣跟大圣的差别 好 所以呢 五圣共法 我们刚刚这个地方看到的 人圣天圣的法 叫做五圣共法 五圣共法 是世间出世间的 应该要修的 共同要修的法门 共同要修的法门 所以呢 简单一句话讲 就是修集生人天的正常法门 作为出世圣法的基础 因此呢 我们发愿要发正常心 不只发 这个当然要离苦得乐 可是要福乐正常 这是做人的 从人的角度来看 的一个开始 那在开始之后 更重要的是 要有智慧 要离苦得乐 所以呢 这边用三个面向 来跟各位分享 第一个你的人天法门 要修集政见 要有正确的观念 对世间 对生命要有正确的看法 那政见有两个部分 世间的政见 跟初世间的政见 世间的政见 我们要知道因缘果报 然后呢 要知道夜报的观念 可是初世间的政见是什么 这边讲的正观缘起 这是基础 你知道之后还不够啦 你要把心 把它安住在缘起上 任何境界当前 你就是什么 我们讲的叫做什么 止观法门 当下 当体就是空 从缘起的 去修缘起 修到新缘定 当体就是空 那这个是什么 叫正观缘起 或者呢 你把世地法修得很好 这个 知道苦极灭道 那会 当下任何境界 你就能够从那当中处理 那就是初世的政见 好 有政见之外 要修起正命 日常生活当中 要有能够呢 这个 有一个正常的营生 那这个 《阿安经》里面讲的 有四法 熟人在家 得宪法 安宪法乐 也就是当下 生命当中 就可以平安快乐 那四种方法 方便具足 守护具足 善知识具足 正命具足 方便就是什么 你能够有营生的 这些的收入 OK 守护 你虽然有收入了 你还能够守得住 不会匮乏 不要乱花用 然后呢 善知识具足是 你会碰到呢 有人可以指引你 我们刚刚在讲的贵人 你的心地善良 然后人家看你很可以帮助 人家会 事实地会帮助你 善知识具足 然后再来一个叫正命具足 你有正确的营生 不要去做一些什么 这个杀生偷盗的事情 好 这是让这一生能够平安的 那再来叫什么 后世安后世乐 要能够后世 不只这一生平安 未来能够平安 那这边是什么 信 戒 师 慧 具足 这四个 所谓信是什么 你要相信佛法 相信因果一元 相信佛法的道理 然后呢 要慈戒 要布施 我们知道慈戒 是不要再去造恶 布施是什么 要广结善缘 你能够广结善缘 你希望有人帮助你的时候 那些善缘才会出现 那些善缘才会出现 信 戒跟施 这是修福 可是更重要的 修福没有修费会怎么样 最后还是被福给困住 所以更重要 那未来要能够那个 要慧具足 那什么叫慧具足 没有自我中心 佛法里面讲的慧 跟世间慧不一样 因为佛法讲的慧是无我 什么叫无我 不要什么事情 都以自我中心来思考 那练习的起点 是我刚刚前一节 下个跟各位讲的 要在世谋上练习 不要被我的感觉骗了 我们照页的起点是 我身心对象当中 那感觉那一念头 所以呢 不断的回来 不要被我的感觉骗了 那能够这样子 自我中心就会慢慢放下 OK 好 那能够这样子 就是这个 能够的未来的一个平安快乐 好 那在这一生 更重要的是什么 要修三种福业 我们要有贵人 之所以要有贵人 是因为我们福泡不够 我们福泡不够才会苦恼 所以呢 这一生你希望 这个能够的福泡多一点 要修三福业 布施慈戒修定 刚刚布施慈戒修定的功能 跟各位讲过 就不再重复 好 要修福了 可是呢 更重要的 你如果还希望呢 能够这个勇离苦恼的话 要修慧 也就是呢 不要这个 老是把我挂在嘴上 不要老是被我的这种感觉 给骗了 好 所以修人天福业 有什么功德 能够累积 不只这个 世间能够福乐增长 而且能够累积出世的资粮 所以呢 这个修三福业 能够得人天乐报 还有能够累积出世的资粮 也就是我们刚才讲 处离生死 没有说你都不要去修福 不去帮助别人 只免得你们打坐 就能够处离生死 不可能 你要打坐也要有姻缘啊 比如说 各位想要在这边上课 如果没有足够的福报 你们有可能来吗 那个福报有两个面向 一个是这个地方 刚好在办这个活动 对不对 这是外援 可是你没有发心 这很准备有这个活动 你们会来吗 不可能 还更重要的 你们想来这边也接受你的 你们家的人不放你 你能过来吗 不可能 所以要什么 平常要能够布施 持续修订 也就是说 你平常心就不要呢 这个很乱 然后动不动就骂人 广结善缘嘛 然后呢 平常你要布施 要跟人家广结善缘 跟你对家人不好 家人就不放你来 对不对 还有更重要的 所以我看过很多 这个跑来道场洗碗 自己加一口洗碗槽 堆了一堆碗 你说这样子 真的修行的样子吗 我刚讲这个 有些菩萨好像觉得很亚裔的样子 有没有这种人 很多啦 有人说 你越修行修到后来 变成人家看到你是 学佛怪人 为什么叫学佛怪人 你老是把佛法观念挂在嘴上 可是你的行为 就是让人家感觉到很烦恼 对不对 换句话讲是 老是拿一把佛法的词 再量别人的行为 忘了回来量自己 到底有没有合乎佛法 所以呢 要布施持续修订 这非常重要的 累积人天的福报 还有累积出世质量的一个基础 那这些观念都有了 接下来你要回来生活上 要怎么样 要落实在生活上 赢正命 要有正确的 要一个生活 什么叫正命 正命是趋向安乐的生活经营 现在生当中 你有证件了 有证形了 然后你要落到生活上 来怎么样 来经营你的生活 所以经营生活有好几个面向 第一个 你有一个经济的收入 对不对 第二个 你的在生活上 要有人际关系 然后再来 还有大环境的关系 我们刚刚讲 正报 易报 对不对 易报是我们的大环境 所以呢 这个正报 你要修自己的 这个身心的行为 可是你要去跟外面环境 去改善的关系 善缘才会出现 而且是什么 自己好 别人也好 这个世间才会一起好 如果 如果你是住在贫民窟里面的一个非常有钱的人 你的是贫民窟里面一栋豪宅 请问你会过得平安吗 每天你能够在活来里面活得平安吗 不可能 所以呢 自己好 还要能够呢 让周围的环境一起好 才会真的是平安 好 我们的正命 也就是回到日常生活上 来好好过生活 经营一个所谓的清静的一个生活 那这边来讲 是幸福人生的经济生活的伦理 第二个是幸福人生的社会生活伦理 还有一个幸福人生的自然环境伦理 从这个地方 三个面向来看 怎么样把自己的生活照顾好 怎么样用自己的这个生意界面 去跟外面环境大家共好 OK 还有呢 更重要的是 不要呢 只是想到了自己的这个欲望的满足 就对资源的无尽的破坏 还要去保护自然环境 让这个我们的幸福 还有人的幸福能够永续下去 所以呢 这是三个面向的 由小而大的 好 那来幸福人生的经济生活伦理 应该基本是怎么样 身 口 远离 杀到淫忘 四种恶业 便得少醉 然后心 不起 贪嗤不吃 四种烦恼型 觉醒 就是烦恼 然后便得多福 所以我们说 你希望贵人现前自己要先有条件嘛 那你要先少醉多福的行为 那自己的福报就会增长 自己呢 我们所有的福报在自己身心 所以要少醉多福 好 然后接下来 你呢 不做这些行为之外 你还有正确的营生 你要减少六种损财之法 还有六种非道求财的害处 然后呢 能够守护钱财 除了三能守护之外 最后还要营生有道理财有方 好 这四个怎么样 让我们的幸福人生的经济生活 是我们刚刚讲的正命 那四个面向 第一个 扫醉多福 这个刚刚谈过不用谈 这边看 六种非道 所谓非道求财是 不用正当的手段 去想要得到钱财 OK 非道求财 不用正当手段去求到钱财 那六种 这个是阿韩经里面讲的 这个种种细求财物者 赌博啦 第二个是非实行求财物者 也就是说 你呢 应该说是 不是适当的时候 可是你硬要去想办法去弄到钱的 比如说 这个芒果的生产季节 就在现在这个季节 对不对 那你要想要抢收好价钱 所以就先把它弄下来 很多商人什么 去咬嘣 对不对 去把它熏 对不对 那虽然高价 价钱高一点 可是呢 就打坏心意了 对不对 自然熟跟你去吹熟的 那个味道是不一样的 就叫非实求财 然后再饮酒放逸 喝酒 然后再来 亲近二知事求财 也就是呢 狼群国党想要去骗人的 叫亲近二知事 然后 长喜忌乐求财者 去那种所谓的这个酒家去POP 去那边交朋友 想要在那边交到一个 可以让你发财的 找到贵人的 那个地方有可能找到吗 不可能吗 好 那再一个是什么 懒斗求财 每天坐在家里 都等的这个钱 这个 以前那个国小的课本 寫的这个 守株待兔 没有那种事嘛 所以这六种 这个非道求财 你希望平安 希望有钱 要避免非道求财 还有避免六种损财业 你有钱的 可是你的钱 会因为你的行为而消耗掉了 那包括什么 包括喝酒 赌博 放荡 然后谜移积月 然后恶友相得 再来是谢舵 这是长安安经里面讲 或者佛生善事经里面也讲的就是 喝酒 不食入他房 所谓不食入他房 意思就是说 不是震荡的时候去人家家里头 有两种可能一个是什么 可能有什么苟且暧昧的事情 或者是说 是呢 这个每天晚上就是 榴莲这一家那一家这样子 没有做正当的事情 好 再来 薄系 然后呢 大号积乐 恶友 怠惰 大号都差不多了 也就是说 身心行为有问题了 OK 好 你靠这些东西 想要去求财不可能 所以呢 佛陀讲的 要怎么样 要有一定的顺序 习义 先有一技之长 然后再营生 然后再自散 最后成家 好 那得到钱财之后 各位可能 听过四分理财的讲法吗 把你的所得到钱财 分成四分 有些人说佛教里面说 你不可以有钱 佛陀没有叫我们不要有钱 叫你不应该 用不正当的手段去得到钱财 OK 所以四分理财有四个 第一个是什么 第一分收入作为生活费用 然后另外一份 拿来储蓄 这个各位都可以想象得到 也可以体会得到 再第三个叫 进行生产性投资 这个也没有问题 你去买田地 去养牛羊作为投资 第四个 作为金融性借贷的投资 这个可能各位就没有想过了 对不对 这个金融性借贷 你可以借给人家 正常的借款 收取利息是OK的 佛号里面没有禁止你 不可以 但是不应该用不正当的手段 我们讲高利贷 那是违背的 大家了解吗 所以呢 这个四分理财是这个样子 那这四分理财的这个内容 基本上在佛说三生子经 中二氧经 长二氧经里面 因为时间关系 我这边不详细讲 那跟各位讲的就是 所谓的正面是什么 要有一个正当营生的手段 还要一个正当的理财的一个手段 好 这样子才会平安快乐 好 那所以社会伦理 接下来你有钱了 你应该有人跟人的关系 这边讲的就是人伦 在这个善生子经里面 有讲所谓理静六方 这是人跟人的关系 包括什么 包括父母 子女 弟子跟师长 夫妻 亲主 还有主仆 也就是长官部署 另外一个什么 出家在家的关系 要把这个人跟环境的关系 要好好的去经营 所以这个我刚跟各位讲的是 不要放着自己家里 碗不洗 跑来这边洗碗 那就是不对的 不合乎这六轮的 所以呢 正当的经济生活之外 还有幸福的社会生活 另外一个 要有幸福人生的自然环境伦理 我们呢 人类社会最近的几十年的 或者说近百年的一个发展的过程 都是叫什么 有一句话讲叫人定胜天 过去常常被这句话 而把我们的生活环境 自然环境破坏殆尽 那很多时候人会觉得 反正我现在生活 我的物质欲望提升了 环境 那个不是我的算计的范围 可是那是一个错误的观念 怎么说 各位知道 如果是你们家 有人看过人家家里有养鱼的吗 那个鱼啊 那个只要一条鱼 放一头大便在那个鱼缸里面 不只那一条自己呢 受到自己的那个 糞便的毒害 整个鱼缸 整个全部鱼 都受到毒害 是不是这样子 所以呢 人如果为了自己的贪欲 然后呢 去破坏环境 等于是在破坏自己生活 跟人的一个幸福 所以呢 应该要减少 这个所谓的 对环境的一个破坏 所以呢 这个证明是趋向安乐生活的经营 包括自己的生活 包括人跟人的关系 包括人跟环境的一个关系 好 所以呢 这个单元的一个最后是怎么样 做自己也做他人的贵人 做自己也贵人的 的一个观念跟方法 跟各位分享的最后 要跟大家一起来勉励的是 做自己的贵人 也做他人的贵人 那这是我引佛说八大人学经 里面的一句话 生死自然苦恼无量 我们自己苦恼 别人也在苦恼 说要发大圣心普及一切 然后呢 做他人的贵人是什么 愿待众生受无量苦 令诸众生必见大乐 什么叫愿待众生受无量苦 别人的苦你要受受得了吗 不能那样的解释 应该是 我看到别人在受苦 我自己要找到 可以究竟离苦的方法 我发愿不是为我自己 我希望找到这个方法之后 我有能力 也有这个智慧 去帮助所有受苦的人 我们讲的是 你教人钓鱼 给他鱼吃 不如给他一只钓竿 听过这样一句话 所以呢 在受苦的人 你给他钱财 可以帮助他一时 可是你没有办法 帮助他究竟出离 所以你要帮助别人出离 你要怎么样 给他观念给他方法 让他自己能够走得出来 你要给别人观念方法 你要先知道观念跟方法 你要知道自己在受苦 你自己在受苦之后 知道心在怎么动的 你能够看到自己心这样动 你就会看到众生面对 这种境界的时候 心是怎么转怎么动的 能够把自我放下 你环境才会看得清楚 看得清楚才有能力 去告诉他适当的观念跟方法 所以呢 愿待众生受无量苦的意思是 为了发愿度众生 这个过程当中 智慧的 这个所谓的自我淬炼的过程 所有的一切苦 我愿意去发心去努力 好 所以最后 用这一句话做总结 戒定慧三学是 离苦得乐的总纲 你要做自己为人 要修戒定慧三学 能够修戒定慧三学 才能够究竟的离苦得乐 那咧 从人天道 我们知道 人天道偏重福乐 但是在人天道的时候 能不能修行 可以 人天道的修行 是以悲心为重 什么叫悲心为重 因为我们还没有智慧 那别人 我在修苦的时候 我看到别人在受苦 我有办法 我发心 我去帮助别人 所以是没有智慧 所以悲心为重 可是 这个解脱道 是偏重智慧 这叫出世解脱 心解脱跟慧解脱 这两种 心理五欲 这叫心解脱 我不再被 身心对人当下 那种喜欢不喜欢 感觉困住 这叫心 从那个境界解脱 但是呢 真正的慧解脱是什么 叫做维系的烦恼 我们叫做无名 各位听过无名 无名是一种 那种感觉是什么 一个关了很久的一间房间 你虽然把那些杂物清掉了 可是房间里面还有那种草扑味还在 听懂吗 那种味道还会影响 所以你要最后把那些 维系的无名 把它给断除 才叫做慧解脱 才能做究竟的处理 所以呢 解脱有两种 一个心解脱 一个慧解脱 好 那来最后 这个修菩萨道道是四处事间 卑制双修 这是人天道跟解脱道坚固病重 前面的人天道跟解脱道 所以要修福也要修慧 那做自己的贵人 要先知道自己为什么在受苦 受苦的原因就是我们刚讲三藏烦恼 还记得三藏烦恼 三藏烦恼根本原因就是贪嗔吃 可是人在受包的当下又起贪嗔吃 就在三藏里面一直转了 所以要让自己离烦恼 要重新救起 把我们的心救起 要有证见 要有证心 所以佛法的证见因缘因果 特别是因缘观 因缘观 刚刚跟各位讲的 那两句话 还是要跟各位一起再提醒 缘起信空 信空缘起 好 那能够让我们放下 还能够让我们在当下积极努力 那两句话好好去体会 能够让我们放下 而且在当下积极努力 那能够这样子 我们就能够不再造恶 也就能够福报会增长 可是在这样子 不再执着的当下 我们在修复的当下 智慧也会增长 好 祝福大家 谢谢大家 阿弥陀佛 哇哦 狗狗好可爱哦 但是没有主人的狗狗希望有人爱 你可以选择狗狗的品种 但是不用选择的是他们的中心 他们缺的是一个机会 在外面流浪的狗狗们 也渴望您的关怀 需要您的帮助 台湾救狗协会邀您一起 护持救护养护流量狗 华博账号 50016766 50016766